Hello 这里是鹏仔 今天是11月5日 随着双11的到来 环江北市场的行情基本上已经到了谷底 特别是12 13系列这个月跳水非常大 12 13目前是便宜还没人要的状态 这样这两个都是国行全员的12跟13 由于市场价格一直在下探 很多人已经不愿意收这两款机型了 这个12跟13都是128GB国行机器 双卡双贷的 一个是21张 一个31张 还送配件 这个是到手的价格 但是很多人还显然高 甚至比市场的拿货的行情都低一点了 说实在目前入手也是比较好的时机 后面应该不会再怎么大跳水了 2000 3000档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还有这个是13 Pro Mac 512内存的 这种橙色的机器一个多月之前拿货还要59张左右 但是现在53张就可以拿到 这个是每版无锁的橙色95星左右 13 Pro Max放在现在还是非常强劲的一款机型 非常均衡 这个大内存5000多其实也还具有性价比 已经跌了六七张了 用三五年都不成问题 还有这个是iPad mini 6 64GB橙色有98星左右 一款是全面屏的8.3英寸 而且性能也是比较强劲 A15芯片 这个尺寸特别适合游戏跟小说 而且方便携带 以前拿货大概26张左右 还有华为的一款比较经典的机型是Made 30 Pro 这个5G 256GB的 这个机型确实也是有点年头了 但是非常热销 10990 5G的处理器 搭载现在的鸿蒙4.0 其实流畅度也是非常可疑的 拿货在19张半左右 喜欢质感与商务大气的质感也是碧眼路